喝酒上甚至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道理,沿沿夏季正是应该在大牌当喝酒是烧烤的时节。 中医专家表示,做任何一件事,都要有个度,否则过之而不及,就会吃完饮了。 夏日喝酒是有很多禁忌的,看看哪些菜是不能在喝酒的时候一起试用的。 喝酒不宜吃韭菜,韭菜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,韭菜对人体有很多的好处,但韭菜的食用也不是多多益杀的,至少喝酒的时候是不能吃韭菜的。 本草纲目就曾记载,韭菜多食则神昏木案,酒后留记,喝酒时不宜吃西红柿,西红柿也是像日里最常见的菜品。 但是喝酒时却不能吃西红柿,因为西红柿中含有荣酸,与酒同时食用会在味中,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,造成肠道梗塑,一发危险。 喝酒时不宜吃胡萝卜,胡萝卜是饮食中常见的菜,具有很多的营养价值,但胡萝卜下酒的吃法是不健康的,胡萝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,如果胡萝卜素与酒精混合的话,就会在肝脏中产生毒素,危害肝脏的健康。 喝酒时不宜吃生嫩海鲜,喝酒配海鲜是很多人在夏日的首选,但要知道的是,比如生鱼此生,最香的生嫩海鲜,就是喝酒的大忌,因为预备中含流暗树煤,会使维生素B1分解破坏。 喝酒时不宜吃凉粉凉皮,酸辣爽滑的凉粉,凉皮也是颇受欢迎的下酒菜,但凉粉凉皮加工时都会加入冥阀,冥阀就收敛作用,会减缓血流速度,延长酒精在血液中的停留时间,增加酒精对人体健康的危害。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,夏日里很多人都喜欢吃夜宵,最常见就是一边饮酒,一边吃烧烤,或者说是一些烟熏食物,这是最上身的吃法。 当饮酒过多,而使血浅含量增高时,烧烤食物中的上述物质与其结合,就容易又发消化到肿瘤,与酒精产生反应,不仅伤肝,而且耸害口腔,食道与肠胃粘膜。 还会有罚癌症,服务月线,400491516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